Hey guys! What's up everybody? 這個是哥倫布 發音酷 So最近呢我的公司搞得我有點忙 有點累 所以呢我就想說 這個禮拜就不要給你們什麼認真的英文教學啦 我們來個廢片好了 然後最容易做的廢片呢 當然就是英文名字推薦 所以呢今天我們來一個 11個我自己覺得最好聽的中性英文名字 By the way 這些名字呢 英文叫 UNISEX NAMES或者GENDER NEUTRAL NAMES 說塗兆 And we are starting right now 第一個就是NO 它有兩個發音的 你可以說NO 或者NOEL 如果是NO的話呢 它不是NO喔 不是NO OK NO的話呢 它的尾巴是比較用嘴唇做的 NO NO 但是NO呢 後面這個DARK L 所以你的舌頭的後面要翹起來 NO NO OK So it's different NO 跟NO Anyways 一般來說呢 如果是男生的話呢 就是NO 女生的話就是NOEL 但是也不一定啦 然後這個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聖誕節 Christmas 所以你會發現呢 取這個名字的人呢 很多都是12月出生的 OK Next one Number two就是 Casey Casey 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呢 真的覺得她蠻女性的 之後呢 我就開始follow Casey Neistat 然後就覺得 這個名字給男生的話呢 還蠻自然的 然後Casey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應該是一個 蠻隨和的 蠻easy going的 很難想像一個比較嚴肅的人叫Casey Number three就是 Amery 這個拼法呢 比較普遍 但是這個呢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為什麼喜歡Amery呢 其實純粹就是因為她 很好聽啊 Hey Emery How's it going Emery? 很好聽啊對不對 So apparently呢 這個名字呢 以前是一個很流行的 男性的名字 但是慢慢呢 就過氣了 最近呢 她有回來變成男女都可以用 Amery呢 感覺是一個很有氣質的人 甚至呢 可以說 有一點優雅高貴的 而且呢 我感覺 Emery會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也有點內向 Number four就是 Rowan 這個名字呢 最近很夯 所以 like grab it while it's hot 那我沒有遇過一個 Rowan啦 但是感覺這個人呢 就是一個很文青的人 之前是開放的 Number five就是 Avery Avery 她的意思呢 是 Ruler of the elves 但是呢 應該沒有人因為這個含義 所以取這個名字吧 大家取這個名字的原因呢 當然就是因為她好聽啦 Avery呢 本來是個小數男性會取的名字 但是近期呢 就 Boom 變成美國十大女生名字之一了 現在就是一個中性名字了 Number six就是 Robin 她的意思呢 就是 Famed 就是有名的 或者 Brite 就是明亮的 那大家應該跟我一樣呢 都是知道一些有名的 男性的 Robin 比如說 Robin Williams Robin Hood 或者Batman旁邊那一位 Robin 但是我就一直覺得呢 Robin這個名字呢 是很適合女生取的 然後 的確 原來叫Robin的女生呢 是比男生多很多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呢 Robin這個人呢 應該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呃 很會省錢的 OK Number seven就是 Charlie 那我要重新一下就是 這個名字呢 我沒有很喜歡 OK 但是為什麼我要介紹他呢 就是因為這個名字 應該是台灣 最普遍的 中性英文名字 所以我就想提醒一下大家 還是有Charlie可以選 那大家知道嗎 台灣的YouTube界呢 有兩個Charlie的 一個是男的 一個是女的 但是大家應該不知道的 就是有另外一個男生 YouTuber呢 也是叫Charlie的 這個人是誰呢 不告訴你 Number eight就是 Oakley 那Oakley這個名字呢 我以前有介紹過的 但是呢 我必須再介紹一次 因為真的太喜歡 這些名字了 Oakley呢 不管是給男生 或是女生 都感覺是一個很 Strong的一個人 但是呢 Oakley也是有點可愛的 可愛可愛的 因為後面那個 E啊 可能就有點可愛的感覺 So it's strong but it's also kind of cute Number nine就是 Skyler 如果你名字是Skyler 的話呢 應該很多人會直接 叫你Sky 所以你要有那個心理準備 那取這個名字的人呢 感覺是一個 愛大自然 而且他聽起來呢 是非常的young的 Number ten就是River 我應該就是很喜歡這種 跟大自然有關的名字的 River就是河流嘛 那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呢 就是因為River Phoenix 是一個美國的演員 那River呢 感覺就是一個帥哥美女的名字 而且呢 也應該是一個比較 隨和的一個人 就是go with the flow的 也是一個比較open的人吧 就是一個沒有什麼秘密的 Number eleven就是Phoenix 所以剛才 提到River Phoenix這個人 所以剛好呢 就是我最後要介紹的名字呢 就是Phoenix Phoenix是鳳凰 那你們想一想 鳳凰 鳳凰耶 所以這個應該是 最中性的中性名字啦 那你可能會覺得 喔這個名字應該很少人會叫Phoenix吧 但是不是耶 這個名字現在在美國是 頭三百名字之內的 所以不要再說我推薦的名字 都會被嚇了好不好 我是有做功課的 這是一個獨特的名字 但是沒有到奇怪 好不好 好啦 So those are my picks for unisex names 大家喜歡哪個名字呢 可以在下面跟我說喔 或者如果你覺得 喔剛才某個名字 不應該是中性名字呢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說 But guys That's all I wanna say for today So let's dance Alright we are finished 下禮拜一的晚上九點零九分喔 我會挑戰全民英簡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呢 就幫我 按讚 然後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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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訂閱喔 然後如果你想學會英文發音呢 就來columbus.cool 來看看我自己製作的英文發音課程吧 But guys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next Monday HUH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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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